我们邀了几个院长副校长教授 都来给大家做一些从外部观点来做指导 也希望我们回去把这个智慧城市的概念 怎么让它更有效 然后甚至跟我们的敬礼做结合 然后发挥最高效 我想城市的进步就是我们高雄 我们每一个视频最需要的 高雄智慧城市规划推动公厅会上来了满满的人 而坐在正中间的就是高雄市议员黄柏林 他邀请政府机关专家学者以及议员 共同参与一起来探讨关于智慧城市相关议题 这个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局处都有应该他要去努力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土法链钢 根据我的过去 我们人家已经进入到这个智慧城市的时代了 而且未来整个城市要迈入净零城市 我们高雄市我是法规小组召集了 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净零自治条例 未来所有的市政运作 怎么把碳足迹降到最低 然后碳中和发挥到最高 让高雄远离这个碳的排放大层 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黄柏林议员举办公厅会的原因 就是希望各个局处针对辖管的业务范围来报告 其中他也特别关心 怎么让城市发挥到最高效益 怎么把碳足迹降到最低 怎么产生最多的碳中和 首先就由高雄智慧城市专案办公室专案经理报告 希望做的事情 不只是就是把高雄的市民的生活照顾好 那另外一个面向是希望这些技术还能够变成产业化 然后能够退向国际 所以除了就是跟市民这边 接受市民这边的意见 进行一些新的那个智慧应用的推广之外 另外一个面向是我们其实邀请非常非常多 就是智慧城市相关的产业的人到高雄 我在2017年办了一场有关高雄市空气污染的工厅会 结果隔年中刚就开始什么碳自成的泰换 经过五六年今年就完工投入了一百多亿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先行 观念想法先行 然后行动慢慢跟上来 它就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进步 我们希望这个进步快一点 其中高雄健康3.0共照原逐渐转型为数位化 智能化治理 运用科技及数据治理模式 发展AI健康管家 心灵会客室 智慧健康城 等各项智慧医疗创新应用 并透过LINE聊天机器人味道咨询 帮助市民管理自己的健康 减轻医疗体系负担 那其实在疫情期间 疫情的部分我们因应一些心理智商 心理咨询的部分 我们在整个雄健康的一个开发过程中 也有建设的一个AI心灵会客室 那民众其实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AI心灵会客室里面 上面可以提供一些资源定途 然后还有一些卫教的咨询等等 去取得一些心理健康上面的一个部份 而教育局在市府智慧城市里面 担任的是智慧教育的角色 其中在疫情期间推动数位学习 当时的超前部门 以及未来的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我们有打造了结合的直播 游戏跟数位学习的大学堂平台 那这个大学堂平台的话 它其实在疫情期间 有超过10万名的师生 来使用这个平台进行互动的 远距的学习 透过各个单位共同探讨 高雄智慧城市的规划与推动 并由专家学者给予相关建议 希望透过智慧城市 让高雄变得更好 记者苏焕军庄书庭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